Voxway更为了朝全面电动化迈进,很早就开始着手建构由MAP平台打造的ID车型,并规划一系列各极具产品。 2月2019年法兰克福车展迎来了首款量产车ID0.3。 如今将进军蓬勃发展的休旅车市场,与今年纽约车展替各位带来电动休旅车ID0.4。 或许对于ID0.4有些陌生,但ID0.4其实就是ID Cross量产车型。 然而距离纽约车展上有一段时间,而ID0.4仍处于卫装测试阶段,所以目前还没有透露任何外观资讯。 不过从ID0.3的经验来看,ID0.4应大致有着与ID Cross相近的样貌。 但车身线条曲线则因应量产车而变得较为平实,而没有ID Cross概念前卫的身形。 至于尺码部分基于ID Cross为4,625公里车长与2,773公里轴距设定。 ID0.4预计将保有相近的配置设定。 也就是市场最热门的踢换集聚。 另外据了解,因现金修旅车有向COOP好个发展趋势。 对此除了ID0.4外还会有拥有COOP申请的ID0.5。 动力规格方面ID0.4配置83KILWATT-HOUR电池模组与两具电动马达。 能提供302马力,45.9KGM最大动力输出。 而续航里距预计也有超过500公里的水准表现。 至于其他资讯相信接下来在车展前还会有更多资讯释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